大家好 欢迎来到日更频道 这期港澳网络上最热门的话题 除了是何太之外 相信排第二的就是澳门各大赌场被限制提供免费小食 其实澳门赌场提供免费餐饮小食的做法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 不过近年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 有不少人就分享零原游澳门的攻略 主张一元都不用用就可以唱游澳门 他们通常都会建议游客 先坐赌场的法财巴去赌场 拿免费小食和饮品 最后再坐法财巴翻口岸离开澳门 全程零消费 因应采取这个玩法的大陆游客越来越多 据网上博彩媒体阿博会引述消息透露 政府要求赌场停止向入场的人士 免费提供餐饮 主要是考虑到会影响澳门中小企的经营环境 变相鼓励部分游客 只是集中在赌场享用免费小食 而不去其他地方消费 压榨各大中小企 令他们面临倒闭的危机 不过赌场免费提供餐饮小食的影响 又是否真的那么大呢 我们频道的十九肥仔 近期都有出过片探讨过这个问题 未看的观众可以去看看 那我就不重复了 今集我就和大家看看 现在澳门各大赌场提供免费餐饮小食的情况 究竟是否真的一刀切 什么小食或者饮品都不提供给入场人士呢 今天是2024年6月14日 网上传出各大赌场是6月12日的凌晨零时 将会开始收紧免费餐饮的措施 首先我们来到澳门的美高梅 澳门这边的美高梅 一共有三个餐饮吧台 和一个大小小的果汁饮品小食区 提起美高梅赌场里面的免费餐饮 一定不可以不提珍珠奶茶和黑糖珍珠鲜奶 每一杯都是用名字牛奶来冲 非常之丹本 而珍珠奶茶和黑糖珍珠鲜奶 一向都是特定一个吧台才有 这一日暂时来说都可以免费 而另外两个吧台就有其他免费饮品 例如是咖啡奶茶 汽水 牛奶 鸡骨草 红牛等等 而有一样东西跟以前不同的是 以前每个吧台都会有三款不同的小食 例如是老婆饼 鸡屁 叉烧酥 九层糕 各式的迷你面包 和松饼等等 现在就每个吧台只得一款小食 今天就是葡萄 吞拿鱼包 和香肠包 早前美高梅亦都传出 有免费的迷你红碎针三文字 限量供应 今天就不见有了 另外以前免费任拿的 哈根大雪糕 包菊 糯米池等等 就要会员卡才拿到 卡需要当日一个积分 累积的积分就不可用 据说要挽够2000元才存到一分 而银卡和黑卡就不用积分 出示会员卡就可以拿 在美高梅除了珍珠奶茶 另一个讨论到最热的免费小食 相信就是牛角丸筒冰糕 只要成为美高梅的线上商城会员 就可以凭电子券 去澳门美高梅天幕广场的分T 免费换另一个牛角丸筒冰糕 暂时来说这个优惠都是继续维持 接着我们就来到美高梅隔离的永利 永利招牌的免费饮食 相信就是酱香拿铁和茅台雪糕 以前都是免费拿的 现在就要开会员卡才拿到 不过其他饮品 例如是果汁、奶茶这些都还可以免费拿 之后我们就综合了这么多网上的资料 看看其他各大赌场的情况是怎样 要数另一个特种冰窮游客最喜欢的免费餐饮点 一定就是新豪旗下的赌场 新豪影会在不同时段 都会有不同的餐饮小食提供 而且还非常之丰富 中午12点至夜晚12点 有四种口味的雪糕和爆谷 下午3点至夜晚12点就有茅台雪糕 而夜晚9点至11点就有桂苓糕 而各式点心、炖汤、葡萄和奶茶甚至是24小时供应 另外还有洋芝、甘露和水果等等 而同一集团的新豪风和新豪天地 就有牛杂、咖喱鱼蛋、茅台灯奶、抹茶红豆奶盖等等 据说现在茅台雪糕和抹茶红豆奶盖都要开卡 并且凭当日一分即分才拿到 而在桂仔巴黎人的免费金箔雪糕、鲍鱼撻、叉烧素 人心得意水等等 亦都受到不少游客的追捧 不过现在都是要开会员卡 亦是凭当日一分即分才拿到 而16袍的免费叉烧饭、炷扒包和奶茶 早前亦都大受游客欢迎 只要开会员卡就可以免费换领一张168餐厅的叉烧饭圈 另外关注阿拉澳门邮游公众号再注册会员 就可以拿到猪扒包和奶茶圈 这两个优惠暂时都并没有取消到 最后就讲一下银河 它的普通饮品例如是咖啡奶茶、汽水、柠檬水这些 只要开会员卡就可以免费拿 而一些精美少少的餐饮 例如是香蕉珍珠奶茶、牛角包、水果雪条等等 就要升级到银卡才可以拿 那究竟限制赌场的免费餐饮小食 对玩够饮食业的钟小企又有没有帮助呢? 相信都要一段时间才有结论 虽然今次的限制说是帮钟小企 但有部分食品供应商就是网上反映 他们最近有几张大额的订单无端被临时取消 令供应商无端没了几十万的订单 在今次帮助饮食业钟小企的成效未见到 就先出现对其他行业的影响 那究竟这个新措施是好还是不好呢? 就交由各位观众去判断了 事实上除了娱乐场为吸引赌客 而派免费小食之外 由于澳车北上的推出 北区市民对珠海消费都方便很多 而且价钱亦都很便宜 到此两地通关之后 澳门经济冰火两极 在博彩服务出口 和其他旅游服务出口带动之下 澳门去年的GDP增长八成 同时中小企腹背受敌 市面更加出现结业潮的情况 特首河一成亦都留意到有关的情况 他曾经在4月的立法会上表示 政府清晰旅游区和民生区中小企 在消费行业中出现不均匀的情况 直言北区属于重灾区 希望市民有一餐留在澳门吃 不要三餐都全部北上 政府因应这个问题 亦都随即推出了新政策 为了提振澳门北区的经济 进一步改善民生区商户的经营 特区政府联同澳门中华总商会 澳门北区工商联会 在3月18日至8月4日期间 合办周末北区消费大奖上速消费活动 市民在消费一定金额后 都可以参加抽奖 换领未来周末的消费纳减券 另外经科局和旅游局亦都联手在北区 推出了北区玩乐尋味系列活动 借此串联各项促进北区经济的活动 包括经科局的花汇北区 周末北区消费大奖赏 和旅游局的酷玩澳门 澳门深喜遇登多个推广活动 务求将澳门北区的活力和特色 推广给市民和游客 共同活化这个北区消费氛围 这集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各位观众认为 今次的措施帮不帮到中小企呢? 欢迎在下边留言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